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fit fit是适合 刚刚好 合身 fit 当形容词是刚刚好的 合适的 当作动词是合身的 NESS 加上去就是整个集合名词 能够适合自己的整体状态 那就是健康胜任 例句Bennett try hard Bennett这个人他很努力的想要improve 他想要改善 改善他的整体的身体 fitness 他整体的健康状态 by 藉由什么方式by taking 藉由展开一个3 mile 3公里3英里的一个散步 每天的每天透过运动的意思 好 再来呢 fitness这个字还可以搭配什么名词呢 你可以说fitness center 它是一个健身中心 fitness 身体的健康的中心 健身中心 你也可以说 she is a fitness for something fitness for fitness这个字有合适的 胜任的 for 对于什么是for for 这个for呢 各位可以帮自己写上去 这个是介细词嘛 对不对 中文呢 翻译成对于 所以对于某件事情 它呢 是整体都适合 那我们就可以翻译成胜任了 好 整体都是合适的 for something 所以我们可以说 she is a fitness for the exercise 它对于这种运动 它是很合适的 它能够胜任 好 再来13 13这个字呢 instruct instruct instruct这个字有指导 来 各位帮我详去 instruct这个字当作动词 它本身就可以当作动词咯 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动词了 叫做指导 那后面加上or或者er就是指人 可以给你指导的人 就是教练啊 对不对 大学讲师老师 都可以叫做instructor 因为它可以给你instruction 它可以给你一个指示啊指导方向叫instructor 好 那我们看例句 the aerobic aerol 这个字是有氧的意思 有氧的意思 aerobic就是有氧运动 aerobic instructor 这个有氧运动的教练 它呢 design 动词叫做设计 各位可以看到主词是教练 教练是单数 所以动词也用单数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有氧运动的instructor aerobics aerobic是有氧运动哦 这个aerobics是有氧运动 这个有氧运动的instructor 这个教练呢 他呢很厉害 他design 他设计了许多的several 这个several叫做许多的 你也可以翻译成很多的 许多 很多 叫做several 好 所以这个有氧运动的instructor 他设计了许多的several many courses 许多的课程 courses叫做课程 他设计了这么多课程是要干嘛呢 因为他想要怎么样 to in order to 是为了 这个to翻译成in order to 中文翻译成为了 就等于我们第一次跟第二次月考 所学到的一个片语 叫in order to in order to in order to 后面加原型动词翻译成为了 好所以这个Aerobic instructor design several design many courses 他设计了许多的课程 是为了要能够meet 为了要符合这个字很漂亮 各位可以帮我把这个meet画起来 这个meet当作动词叫做符合 画起来在这边 中文你可以把它画在这边 所以meet the knee翻译成符合大家的需求 符合需求叫meet the knee 他想要设计课程这么多 就是为了要符合他的需求of the student 他的学生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要去设计各种课程 来符合需求 谁的需求 学员的 student的需求 符合需求我们可以用neet meet the knee 我们可以用meet the knee这个片语 就是这里meet the knee来做表达 好再来呢 我们看到第14个字叫做life life我们刚刚看到对不对 life这个字当作形容词就现场 有直播有现场有活着的意思 他说many fans 许多的粉丝们都怎样 are looking forward to 哇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片语 老师一定要帮你画起来 重要啊在这边 look forward to look forward to叫做期待 looking forward to叫做期待 这些球迷们the fans fans可以翻译成粉丝 那他这边翻译成球迷也可以 好许多的球迷呢 粉丝呢 他们现在都要look forward 他们都向前 forward是向前的 向前看表示怎么样的期待 他们都looking forward to 非常期待的to watching 去看这一个live broadcast 这个现场的电视转播 off the football 这个足球的match 足球的比赛 感觉很好看 配上 3 2 2 5 6 6 6